好啦我們現在呢 人在三峽的 瑞騎車業 我們又來了 上一次來錄影 這次要來處理車子了 哎唷我X妹那個煞車油一直沒換 目前是兩萬七千公里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煞車油啊 都黑黑啊 那其實煞車油也是機車保養耗材的其中一環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換煞車油 問一下專業的機車師傅 煞車油不換對車子會有什麼影響 煞車油用久了之後 它本身的乾水量會越來越高 因為它煞車油本身溶於水 所以它也會吸收空氣中的水氣 水氣吸收多之後 它的失肥點會下降 就是說它失效的溫度會下降就對了 它只要一沸騰產生空氣 那個感覺就像 煞車油管空氣排沒有乾淨 壓下去沒東西 下雨了你不能出去玩 一臉很哀怨 最近都一直下雨 很長距離下過 對 像我那天我去那個60彈山嘛 它不是上山跟下山會管制單向嗎 它下山的時候那個不是超抖的 管制的就說你速克達你可能不能走 我說我還有一點檔煞沒關係 那個真的是煞整路耶 那個很可怕 我到後來都會停一下 想說真的怕怕的 真的會過熱 對會過熱 總泵啊 原廠的蓋子上面 都會寫 你這個煞車油的號數 像X妹的話 原廠就是用DOT式的 那我們就是照它的號數去更換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視窗啦 你平時自己檢查的時候除了看里程之外呢 你也看這個視窗的油面高度啊 還有油的顏色啊 當然比較準確的還是要那個 側油的那支筆去測它的水分嘛 對啊因為我們今天是里程真的夠高 這個真的是一定要換 不用再測了 是安全上的東西 該換的就換 這邊我們來科普一下 煞車油 煞車油呢 跟機油還有齒輪油一樣 都是車輛的耗材 是需要定期去更換的 像我們通常煞車啊 它疊盤 或來令片工作溫度會 經常達到數百度 那溫度很快就會穿到煞車油上面 這時候你的煞車油就會因為 高溫而沸騰 那產生一些氣泡 這些氣泡會造成壓力 傳遞的效率損耗 那你的煞車力道就會減少 所以必須要定期的去檢查 並且更換你的煞車油 另外呢煞車油它跟空氣接觸也會氧化 雖然說我們好像都是在密封的環境底下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縫隙啊 濕氣高的地方 像基隆啊 或者宜蘭這些地方 可能就會造成煞車油提早會先聚聚 你煞車油如果劣化 氧化的話 它的顏色會變暗 那粘稠度會增加 影響煞車油的流動性 也是會影響到煞車力道的傳遞 然後煞車油呢 它主要的成分是 聚以二醇類 那這個東西呀 它會咬烤漆 所以你在更換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不要去 噴煎到你的車殼上面 多久需要去更換你的煞車油 還有你的煞車油型號呢 可以去參考你的 原廠保養手冊上面都會有詳細的說明 以我自己的X妹它的型號是使用DOT式的煞車油 那除了手冊油寫之外呢 總共上面也會有寫型號 然後更換里程的話 X妹它原廠的手冊是建議 兩年更換一次 那我X妹其實也是騎兩年多啊 那如果你是比較頻繁的使用煞車狀況 或者是你的 車子使用的環境啊 比較潮濕的話 需要提早更換煞車油 除了可以用 檢測含水量的煞車筆去判斷之外呢 你也可以從你油杯的那個檢查孔 看你煞車油的顏色 假如說真的是變 有變黑啊 或者是煞車油短掃的話 就要盡早去更換 煞車油是不是很厲害 會咬烤漆啊 對 會有點腐蝕性 啊所以說 你們都會把它圍起來 欸對 可能就用用一張 那個四子巾把它稍微 稍微摳起來一下 我要出門前我就想說 我的X妹的那個煞車 總泵裡面怎麼那個 它的那個顯示的 都沒有東西 不可能啊 怎麼沒有油 然後我剛才就打開看 啊蠻的 它那片是什麼 喔 它這個是 擋那個煞車油的 因為我們在 煞車在壓的時候 它底下會噴上來 喔 它把它抓起來了 對對對 就不會那個頂蓋常常 噴到整個東西 對對對 那但是 它擋在這一塊這邊 對 擋在那個孔那邊 底下有非常多的那個 沉積物 對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要先把那邊的那個 沉積物清乾淨 像你開了車行這麼久 真的會換煞車油的人多嗎 大部分都是有玩車的才會去注意這個 一般騎代步的話 大概都是騎到煞車油問題了 對對對大概五萬的時候嘛 就是大家一直換來另外能力 然後都不去換煞車油 有些煞車油到那個抽 喔抽出來都是泥巴 對這個感覺簡直跟泥漿一樣 乾淨的煞車油是透明的 然後我們剛才那是黑的 兩萬七千公里就黑的跟泥巴一樣 對啊對啊 對啊 因為它的底下還有一點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稍微先倒點油 對再把它擦掉這樣 這是我們抽出來在洗 還是很黑 對因為它這個就是原本環入裡面 都卡在裡面 左方上面的清乾淨之後 然後我們就直接倒新的下去 讓它 讓它去 攪一下 對啊對啊 對啊 把髒的油抽乾淨之後 就是把它補滿 然後一直壓讓它排空氣嘛 排完之後 後確定確定沒有問題 再把那個邊邊把它清乾淨 就搞定一邊了 喔對喔有換過卡鉗喔 對齁有換過一次有 前面好像 我想一下 我是什麼時候換的 因為我忘記我去年有換前面的卡鉗 那換卡鉗一定會換煞車油 所以我們前面的煞車油狀況看起來不錯 那今天就只有換後面的煞車油 雖然說每台車都有 專屬的煞車油建議號數 那我們最後呢 還是來科普一下 號數上的差異 台灣比較常見的規範標準是美國運輸部制定的 DOT 依據等級呢 又可以分成DOT3 DOT4跟DOT5 DOT3的優點是 流動性比較好 適合低溫的環境使用 這點在台灣的氣候 不會有太大的優質 然後它清水性較佳的話 會讓使用年限比DOT4再短一些 那DOT4的話 是目前最廣泛使用的煞車油型號 它的廢點會比DOT3更高 自動的效果會更好 最後呢 是DOT5 它的性能是最好 但是價格也是最貴的 而且它裡面有 細基礎油的成分 所以它對 橡膠的煞車油管 或是 卡鉗的 活塞油風啊 會有腐蝕性 不太適用於一般 使用DOT3跟DOT4 這類的設計車輛使用 通常是軍事用途或者是競技車輛使用 最新的還有一款DOT5.1 它沒有對橡膠腐蝕的特性 而且性能也會比DOT3跟DOT4還要更好一點 但是它的缺點呢 是容易受到濕氣的影響 含水度的提升非常快速 更換的週期呢 又會比DOT3跟DOT4再短上許多 也是屬於競技用的 或者是軍事使用的煞車油 總結來說 煞車油還是依照 車輛規範的號數去更換 才是最正確跟安全的 那如果你發現你的愛車 就算換了煞車皮 還是煞車沒有力 有可能是該換你的煞車油 那也有另外可能是原廠的卡鉗 或是跌盤 自動力不足夠提供你的使用習慣 這就代表一件事 你該改車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 我是居先生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